第二个问题 他说我们天津居士参学回国后 弘扬佛学文化 把你精神的知识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是很好的 我们做佛的弟子 唯一报复恩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所得到的 所享受到的 所学习到的 传给别人 那么看个人的机遇 传的当然越多越好 越广越好 佛华确确实是可以 帮助世人 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帮助世人提高自己的境界 不但这一生好 来生比这一生更好